10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19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胜勇介绍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.2% 虽相比上半年增速有小幅放缓 但从全球来看仍处于高速增长 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9万779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.2% 比上半年小幅放缓了0.1个百分点 这个速度我们初步预计 在全球经济总量1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体里头 这个速度还是最快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速度跟自己过去比是中高速 但是放在全球来看它实际上还是一个高增长 毛胜勇表示 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放缓的影响下 中国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但是从消费潜力居民收入等方面来看 支撑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因素仍然较多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464元 同比增长8.3%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保持在60%以上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援收入22882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.1%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下一步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还是有条件有支撑的 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% 对此毛胜勇表示 虽然CPI涨幅有所扩大 但这是由猪肉等少数食品价格带来的结构性上涨 相信随着政府稳定猪肉生产等政策的落实 物价将回归到正常区间 主要是猪肉等少数食品这个价格上涨带来的这种上升 那么猪肉的对整个CPI的拉动是1.65个百分点 也就是贡献率就是55% 如果你要看这个核心CPI 9月份只上涨1.5% 如果我们累计来看 平均涨幅是2.5% 也是一个温和上涨 那么随着政策的效果的不断显现 我觉得这个猪肉的这个供求关系 会逐步得到缓解 毛胜勇说 下一步将把稳增长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进一步向改革开放创新要动力 从拓宽国内市场需求挖潜力 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